Hello各位,咱们来用jQuery改写刚才这个程序 刚才你看原生的这个原生JS写起来还是有点有点麻烦对吧 这个代码量还是还是要写好多好些个代码 才能搞定的 咱们现在把这个用jQuery给它改写一遍 你看jQuery是不是可以写的更少做的更多 找大家看是不是这样的 Hello,要用jQuery是不是得先引入jQuery 怎么引入还记得吗 来自己写 把这块引入进来 好,用本地的也行 用CDN服务器上的更好对吧 其实我们是推荐用CDN服务器上的 能不能在这敲 能不能在这敲个回键 在这写代码 再强调一遍 不能在这写代码 不能在这写代码 再开一个script的标签 好,在这写代码 好,来,我们说了 你用jQuery的时候 可以先写个$函数 传一个箭头函数进去 这表示页面加载完成之后 要执行的代码 是不是这样的 咱们可以把代码放这儿哦 先写个$函数 再传一个箭头函数进去 咱们把所有的代码 都写这个位置哦 这样不就没有全局变量了吗 咱们把代码放这儿来哦 好,进来之后 直接拿按钮 直接拿按钮 给按钮绑定点击事件哦 用$函数传选择器 警号load 好,绑定事件叫on哦 绑定事件叫on 好,点击事件 事件名叫clic 好,箭头函数写回调 当发生按钮点击事件的时候 要执行的回调函数写出来 然后敲回车 在这里面就写 当我们点了按钮之后 点了这个加载更多的按钮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事情 好,这里就完成了 按钮的点击事件的处理 好,接下来这个地方 就可以写我们的AJX请求 发送异步请求 然后通过DOM操作 去定制我们的页面 就写在这个位置 来,我等大家一下 先把这段写出来 好,这小段写好之后 咱们就来说怎么发AJX请求 怎么去请求数据 咱们还是把刚才的那个 咱们还是把这个页码定义一下 咱们定一个页码 就每次点按钮的时候 页码要加1,对吧 就可以拿到新的数据 还是定一个页码 配置等于0 从0开始 好,咱们把那个UIL也写到上面来 把那个UIL写到上面来 把那个UIL也考过来 难得写了 就这句话也考过来 咱们的这个UIL 这个统一资源定位符 这一节 就这节也考过来 好,请求这个美女的这个数据接口 后面有两个参数 你看这个问号后面 跟的是参数 跟的是请求参数 我们的这个key是我们的身份标识 你请求数据的时候 没有身份标识 他就不给你数据了 这是你的身份标识 写自己的 然后后面这个是什么呢 后面这个是页码 你要请求第几页的数据 默认是访问第一页 咱们这加了这个page 就默认 第一次的时候 请求的时候也是走第一页 然后再请求加载第二页 再请求加载第三页的数据 是这样来的 好,把这节写进来 因为后面这个页码 是要动态变的 要连在这后面 所以咱们等下来写 后面这个页码 待会这时候还要连上一个page 还要连个page 待会来写这个 因为这个页码还没算出来 你要点了按钮之后 咱们页码加了1之后 页码要加1 加了1之后 才能重新去改写 在这个UIO后面 加上这个新的页码 所以咱们先把UIO这节写出来 待会再补上这个页码就可以了 补上你要请求第几页的数据 补上页码就行了 好了 各位请看 接下来咱们就要用jQuery的写法 来发一个ajax请求 jQuery里面要发阿甲克斯请求 要做一步请求 应该怎么做呢 你看这个写起来就相当的轻松愉快了 来注意看 咱们写个dollar 我们说了dollar 昨天我们讲了dollar是个函数 它有四种用法对吧 但是我说dollar其实也是个对象 它其实也是个对象 它既可以当成函数用 也可以当成对象来用 你看它里面有这个对象里面有一方法 这个对象里面有一方法 这个名字叫get jason 你听到名字 这什么意思 get jason 什么意思啊 发送get请求 拿到jason数据 这个方法叫get jason 这个对象底下有一方法叫get jason dollar点嘛 dollar是对象 点这个方法出来 get jason get表示我要发get请求 我要拿jason数据 这个方法叫get jason 来请看 先传一个uil进来 好 uil给进来 说还连上我的页码啊 这里一个字符算拼接 把uil给进来 再连上我的页码啊 这就是我完整的uil 好 然后接下来写回调函数 如果拿到数据了 我要如何处理这个数据 是不是又写箭头函数啊 服务器返回数据给我了 我怎么处理这些数据 这里是不是要写页面解析啊 拿到数据叫解就要解析数据 然后去渲染页面了 对吧 好了 我告诉你哦 这个方法叫get jason 服务器返回的数据 它自动就把你弄成jason对象了 拿到的已经不是字符串了 拿到的就是jason对象 好了搞定 这就是阿甲克斯请求 就这么简单 就已经写好了 你看刚才你要写多少代码对吧 现在已经写好了 现在已然写好了 你请求这个url 他会发一部请求 然后这里拿到的就已经是jason jason对象了 jason里面的对象了 然后咱们只需要写最后那段代码就行了 把最后的代码写上就行了 咱们要创建一米标签 给它加到什么呢 加到这个photos底下 咱们创建一米标签 给它加到photos底下 咱们只需要把最后一段写出来就行了 好了来请看 最后这段怎么写哈 来你看jason里面 咱们拿这个叫news list 拿着news list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宿主啊 给宿主来个for each 对吧 这段还记得吗 这个就是这个jason里面的news list 就是服务界返回给我们那个jason jason对象里面的那个 那个宿主啊 那个属性news list的属性 它是个宿主 宿主里面装的就是 宿主里面装的是字 装的是接 又是装的对象 每个对象代表一个美女 然后美女的这个 美女上面有一个属性叫 picuil 就是那个美女图片链接 对吧 好 这就已经搞定了 好 接下来就是生成1米级标签 加到这个photos底下去就行了 好了 这一段用解块链接 也相当简单 警号photos在在干什么 警号photos 通过id选择器 是不是可以拿到这个 拿到这个div啊 好 加东西 从前面往后加 是不是叫prepand prepand 追加 追加什么呢 追加一个新的1米级标签 你看哈 dollar函数如果里面写了标签 这什么意思 dollar函数里面如果写了标签 这是创建一个新的标签 对吧 好 创建了新标签 是不是要改属性啊 该加属性 加什么属性 src属性 值是多少 mm.picuil 搞定 写好了 这就已经写好了 来看效果了哈 来加载更多 哦 我没有改图 我没改图片大小哈 现在出来是这样的 我们该把图片大小改一下哈 好 再来一个attr 再加一个属性 叫宽度哈 wave 让他改成 改成300了 300哈 你单影号引起来也行 不加单影号应该也行哈 无所谓 来重新来看 好 点加载更多 来这第一组对吧 再来一个加载更多 第二组再加载 第三组 再加载 再点加载 好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哈 好了 你看这个代码 是不是比刚才要简短很多 看到了吗 这就是用了解query之后的写法哈 来把这段写完 然后我们再来理一理里面的东西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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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